第961张进秒灵你给我等着 11号贵宾市 5100紫金币 李公子用继续加价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8号贵宾市内 唐三有些无奈 但更加欣慰 不愧是你啊 另一边的6号贵宾市没有再继续加价了 毕竟 5100这个价格 已经大大的超出了隐魔剑本身的价值 唐三自然也不会再继续加价 5100紫金币 第一次 5100紫金币 第二次 5100紫金币 第三次 成交 恭喜11号贵宾市 猛马大妖皇在宣布了最终的拍卖结果时也同样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这么一件神器能拍出这种价格 孔雀妖族也挺有钱啊 不过一下拿出5000多紫金币 肯定也是元气大伤了吧 李公子此时的脸色确实是有些难看的 但这笔隐魔剑他又必须拿下来 冷哼一声 他恨恨的道 蓝金树足迹秒铃你给我等着 别让我在比赛上遇到你 8号贵宾市 唐三有些无奈的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坐在他身边的鸡鸟森低声道 哥 是不是祖庭让你这次专门来当托的啊 你可要小心点 别得罪的人太多了 你不是还想让人家做我嫂子呢吗 我看这次你够呛了 我是真想送给他的 唐三很无奈的说道 进秒森扑吃一笑 道 送礼没用吧 毕竟比武招亲赢不了 也没办法 这嫂子还是换一个吧 美公子你肯定没希望的 要是没有比武招亲大会 说不定咱们用钱咱还有点机会 有这比赛 哎哥你要认清现实 虽然唐三也知道他从进秒灵的情况判断 说的都很有道理 可怎么听起来就那么不舒服呢 五千亿百紫金币 这又是一个全新的高潮了 全场的热度再次被调动了起来 本来就都刚休息过 正是近拍者们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刻 下一件拍品 台上的猛马大妖黄陈生说道 之前的影魔剑下沉消失 一个新的平台徐徐升起 带来了一件新的拍品 出产于金刚精一族 名为金刚护心境防御类装备 本身虽不是神器 但其所防护部位的防护力足以媲美神器级别的防御力 同时能够增强全身防御力至少20% 以血脉之力激发时 在皮肤表面上增加一层金刚护照 那是一块看上去宛如金体般的存在 上面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是一个球体的一半模样 确实是护心境的样子 不过体积有些硕大 起拍价300子金币 每次加价不低于10枚子金币 现在开始竞拍 听到这个起拍价 不知道为什么 许多竞拍者都有肿松了口气的感觉 总算不是那种特别珍贵的拍品了 要总是那样的话 他们的心里都有些要承受不住了 310枚子金币 报价开始了 对于这样的拍品 唐三自然是没什么兴趣的 单纯一个部位的防御 对于一些以身体为主战斗的战士 作用是相对较大的 金刚金族出品 也确实是不错 但还不够资格让它去获取 最终 这件金刚护心境以600子金币的高价被拍走 接下来几件全都是某一方面 能够勉强媲美神器的武器装备 这些装备对于需要者来说都是非常实惠且好用的 很快都有了买家 萌马大腰黄基本没有过多的介绍 只是讲述一下拍品的基本特质 但架不住这次拍卖会的与众不同啊 几乎每一件拍品都是精品 而且又是大家急需的时候 所以拍卖起来绝不手软 都卖出了不错的价格 在唐三的神识感之中 当第二轮晚上的拍卖开始后 上面那一层的贵宾市中 皇者大多数就都已经离开了 从这一点他就判断得出 这第二轮应该没有什么重头戏的拍品 在观察了一会儿竞拍之后 他就开始自行在房间之中冥想了 没有什么特别能够吸引他的东西 唯一让他有些差异的还是那柄引魔剑 那可是能够引动修罗神剑的存在 这种级别的神器绝对是非同寻常 就算不是超神器也会与超神器有关 可看起来皇者们对他却都不怎么重视 显然是不知道他的具体作用 当然也正因如此 才让唐三和美公子能够捡了这个漏 拍卖一直到了深夜才结束 所有近拍者在疲惫之中 大多数都选择在自己的座位冥想休息 从而等待第二天拍卖会的到来 贵宾式的条件就好多了 至少有洗漱的地方 还有充足的食物 饮水 经过了一天的拍卖 唐三自己主要的收获就是 冰封王座和两枚替身帘子 都是他用不上的东西 不过 蓝金术足给的钱不但没有减少 还有所增加 毕竟 那么多蓝金果他卖了三万紫金币的天价 他甚至觉得这么多钱 自己这次拍卖会都未必能花得完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大早 整个大拍卖场就已经热闹起来 毕竟这里人满为患 在拍卖会没有开始之前 整个大拍卖场内都变得一片嘈杂 不过 按照规则 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昨天参与近拍的近拍者们前去结账并领取自己拍品的时候了 每天一结账 这是大拍卖场这次定下的规矩 唐三简单的洗漱了一下 就在几位大妖王级别长老的陪同下前往大拍卖场交易处进行交易 别看这里是大拍卖场 此时皇者们都还没有到来之前 谁也不敢保证在这是不是会出什么问题 隐魔族这种偷到种族无处不在 现在大拍卖场内的好东西太多了 东西在拍卖场手中的时候 安全是拍卖场的事 但一旦交割完成 那可就是持有者自己的事情了 大拍卖场待不负责 所以连唐三都十分小心谨慎 唐三选择了较为靠后的时间再去交钱取东西 避免排队 贵宾式的近拍者是在专门的地方取拍品付钱 和普通近拍者并不在一起 当他来都组停大拍卖场交割的地方时 正好看到前面排着两组人 其中一组赫然正是美公子 此时美公子身边 亲妈和干妈陪同 还有两位孔雀妖族的大妖王级别强者 阵容也是相当的豪华 除了他们之外 另外一组就是来自于六号贵宾式比蒙具兽族的强者了 略天城城主金安国 带着蓝墨浅 以及几位比蒙具兽族强者也在那里 他们是排在孔雀妖族队伍前面的 此时已经领取完了自己的拍品 正好和孔雀妖族美公子他们碰上 蓝墨浅的眼神落在美公子身上 目光瞬间就变得冰冷了几分 你们孔雀妖族没有皇者 钱倒是不少 美公子看了他一眼 自然明白他是为什么向自己挑衅 淡然一笑 道 我们家里成地处边垂 哪能和列天城相比 蓝墨浅呵呵一笑 道 这次比武招亲大会你可要小心啊 万一最终排名前三的有女子选择了你 可就尴尬了 美公子微微一笑 道 你说的是你吗 那我觉得恐怕不太可能 蓝墨浅眉头一挑 你很有自信啊 第962章杀神领域进阶 美公子却没有再理会他 而是转向了金安国 道 金城主 我们又见面了 金安国这才上前两步 来到他面前 道 美城主多日不见 风采依旧 这位是我表妹蓝墨浅 吃里之处还请勿怪 蓝墨浅还想说什么 却被金安国抬手拦在身后 美公子微笑道 金城主客气了 那我们先去交割了 好的 金安国礼貌的向他点了点头 带着蓝墨浅和列天城 抢者们就向外走去 他们正好与唐三带领着 蓝金数族的众人交错而过 当经过唐三身边的时候 蓝墨浅突然向他竖起大拇指比了比 道 好样的 好样的 有些人自以为有钱 就让他多花点 省个嘚瑟 正准备交割的美公子下意识地回过头来 一眼就看到了蓝金数族的队伍 当他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的时候 唐三明显感觉到全身一冷 坏了 唐三心中暗想 这是误会了啊 不过 他现在这身份还没法解释 他犯愁的是 等比武招亲大会之后 美公子必然是要知道自己就是近秒龄的 到时候会不会跟自己秋后算账啊 美公子这边交割的东西只有一柄引魔剑 支付了整整五千亿百紫金币之后 这柄神器极得常见被呈现在他面前 神器尽在咫尺 美公子的感受也就变得更加深刻了 当他将那柄引魔剑从专门隔绝的护照中取出来的时候 瞬间就感觉到自己的神石之海内的凶罗神剑投影嗡鸣起来 令他整个神石之海都随之激荡 引魔剑落入他手中 也随之轻微的震颤 发出震震嗡鸣 剑身上隐隐有光运激荡 虽然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但美公子还是敢忙催动自己的血脉之力控制住自身的能量波动 就在他准备将引魔剑先收起来等回去之后在研究的时候 突然 虚空之中 一道虚幻的光影毫无预兆的悄然显现 一根锋锐无比的尖刺带着虚幻的残影直奔美公子当凶刺来 哪怕以唐三的神石强度 在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到来前都没有任何感知 都没有判断出对方的存在 刹那间 美公子只觉得全身汗毛树立 强烈的危机感瞬间传遍全身 但在这个时候 他就显现出这段时间以来闭关所带来的变化了 身上银色光芒几乎是喷薄一般爆发 没有半分的保留 刹那间 在他身体周围浮现出无数银色星光 每一点星光都犹如一个小世界一般 全身上下仿佛有银河环绕 当那间刺刺到他进前的时候 星光流转 这是在必得的一击竟是向侧面滑动 找死 美公子冷喝一声 恐怖的杀鸡瞬间爆发 杀神领域释放 与此同时 手中正握着的隐魔剑挑向对方 伴随着杀气的迸发 美公子突然感觉到自己神石之海内的 修罗神剑消失了 而手中的隐魔剑却突然鸿芒大胜 一股无与伦比的恐怖剑一瞬间爆发 丁的一声脆响 那尖刺在隐魔剑面前竟然瞬间化为鸡粉 恐怖的杀鸡更是让周围的整个空间瞬间撕裂 就连想要出手帮助他的两位母亲都被封锁在外 不可能 一声沙哑而又带着不可思议的声音中 那虚幻的身影骤然变成烟尘 瞬间远钝 美公子刚想要追击 身体却晃动了一下 神石之海明显有些不稳 手上的隐魔剑此时犹如山岳一般凝重 让他全身都有肿部协调的感觉 深吸口气 镇压住自身此时剧烈的血脉波动 美公子身上的杀气却犹如石之一般 原本应该是白色的沙神领域在这时候已经变成了红色 那粘稠的杀戮气息 令跟随在唐三身边的蓝金树族们无不瑟瑟发抖 沙神领域进阶 森罗地狱 唐三也是一脸惊讶地看着美公子的方向 当对方的突袭出现时 他几乎是和美公子同一时间反应过来的 在这种时候 没有什么比美公子的安全更加重要的事情 唐三甚至连暴露自己都顾不上了 就要瞬间转移过去救援 但他也在那一瞬间就看到了美公子身体周围亮起的星光 强大的神识立刻就做出了判断 所以 在那一瞬间 唐三身上确实是有荧光闪烁了一下 但却并没有瞬移过去 就相当于是原地瞬移了一分 另一边美公子的战斗就已经结束了 而且他的杀神领域居然就在这一刹那完成了进化 这份进化肯定是和白虎大妖皇的教导有关 但那绝不是最为关键的地方 最关键的是美公子身上的修罗神剑建议 修罗神剑的力量竟然被充分激发了 从而让他的领域瞬间升级 在刚刚那一刹那 唐三甚至感受到仿佛是修罗神剑真身降临了一般 那已经是超神器的气息了 这隐魔剑 似乎竟然是承载了修罗神剑的建议 让他临时发挥出了本来超神器的一些威能 真是一件神奇的存在啊 就算是以他的经验 现在也不好做出判断 要等这次拍卖会结束之后去美公子那里看看 亲自摆弄一下这柄隐魔剑才能做出判断 美公子在短暂的震惊之后 此时也已经稳定下来 此时他手中隐魔剑已经变成了晶莹剔透的红色 通透的红色透露着恐怖的杀意 却充满了傲然的味道 美公子甚至恍惚了一下 他仿佛看到了一道宛如彗星般的红芒 正从遥远的地方向自己飞射而来 那范园自于神石之中的感受让他异常亲切的同时 似乎脑海中又有一些回忆碎片随之出现 此时 娇哥这边已经一片大乱 一道道强大的气息纷纷到来 都是大拍卖场的强者 不过 他们显然是来晚了 先前那偷袭者根本连影子都没有留下半分 美公子在简单的感受 隐魔剑带给自己的异样之后 迅速将他收了起来 在他收隐魔剑的时候 几乎只是意念一动 修罗神剑的剑意竟然就将这柄隐魔剑直接带入了他的神石之海内 神石之海内原本悬浮中央的剑盲比之前强盛了何止三倍 而且看上去已经完全是实体状况了 美公子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神石在那剑意淬炼中增强 以至于整个神石之海都在迅速扩张着 值了 别说五千一百紫金币 就是一万紫金币也值了 别的不说 单石沙神领域的进化 就不是钱能买来的 美公子能感觉到 有了这柄隐魔剑 自己的实力绝对能够提升一大截 唐三和蓝金树族的长老们此时也已经被大拍卖场的人阻拦了下来 有人偷袭在场自然都有嫌疑 美公子接受了工作人员的询问 确定没有什么损失之后 这才请他先回贵宾室 而悲催的唐三则是被告知 交割暂停 大拍卖场接下来的贵重物品交割 将会由皇者亲自来守护 以避免萧小之被得手 从而破坏超级拍卖会的大好形式 所以唐三带着蓝金树族长老们是和美公子他们一起往回走的 第963章太危险了 美城主没事吧 唐三关切的问了一句 美公子瞥了他一眼 道 我很好 那分明是个白眼吧 然后他就理都不理的加速离去了 唐三摸了摸鼻子 自己这算是碰了一鼻子灰 不过感觉得出 现在美公子的情绪非常好 显然是隐魔剑带给了他不小的惊喜 太危险了 哥 真的是太危险了啊 回到8号贵宾市 静秒森甚至有些瑟瑟发抖 嗯 我们交割得晚一点 等有皇者守护的时候再说 反正也不着急 唐三安危他道 我不是说交割的事 我是说那美城主 太强了 刚才他那是什么力量啊 在发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动都动不了 就这样你还准备让他当我嫂子 你可真不怕死啊 我觉得他可能一见你都接不住 唐三嘴角抽动了一下 心说 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啊 不过 不只是静秒森有这样的感觉 刚才跟随唐三去的三大长老 此时也都是心怀余悸 连连点头 简然是都被刚才美公子进化版本的杀神领域给吓到了 他们当时只觉得自身的生命力似乎都被冻结了似的 整个身体都失去了控制 如果美公子那时候要对他们发起进攻的话 连闪躲的可能恐怕都没有 虽然他们之前都鼓励过唐三参加这次的战皇之战 但当今天感受过了美公子爆发的实力时 才明白这将会是一场何等艰难的比赛 孔雀妖族背后没有皇者 这位美城主都这么强了 那其他强族的代表呢 哥 要不咱们别参加了吧 有了你 我们的日子好不容易才好过了一点 你可千万别夭折了啊 静秒森口不择言的说道 唐三再怎么好脾气也忍不住抬手敲了他的头一下 你判我点好 我自有分寸 打不过就认输好了 这个你不用担心 不是还有替身莲子吗 哦哦 对 有替身莲子呢 静秒森略微松了口气 唐三无奈的摇摇头 蓝金数族难怪谁都敢欺负 果然是一点战斗意志都没有啊 他们现在通过数族烙印获得了生命赋予 生命剥夺这样的强大能力 实际上面对强者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但是在他们的骨子里实际上就没有想要战斗的念头 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在 对于这样的情况想要扭转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唐三也不知道通过这次比武招亲大赛上自己的表现 能不能给蓝金数族带来一些战斗意志 至少要改变这懦弱的现状 也算是自己没有白利用他们一次 拍卖会继续 这已经到了拍卖的第二天 第一天的拍卖会上 价值最高的拍品 从天而降 这位对于唐三来说还是算得上士老熟人呢 赫然正是那位摄魂天金黄 可昨天两名天与帝国妖怪族的皇者相比 摄魂天金黄就要显得和煦得多 面带微笑飘然而落 甚至给人一种有些儒雅的感觉 摄魂天金黄微笑道 经过了昨天一天的竞拍 相信大家都已经有点疲惫了 那么到了今日 第二天的拍卖会上 首先就给大家提提神 来 让我们呈上今天的第一件拍品 当摄魂天金黄登台的时候 唐三明显能够感觉到 从皇者那一层的贵宾室内 有强大的神石笼罩拍卖场 虽然做得很隐晦 但以唐三的神石还是能够感受得到 这数道神石将整个大拍卖场 完全笼罩在内 毫无疑问 这是在寻找着什么 唐三当然明白 他们这是在搜寻之前 对美公子出手的那位 那位胆敢对一名大妖王级别的强者出手 而且还是一城之主 本身实力也是相当惊人的 在美公子那能够封锁空间的 强大能力下还能顿走 可见其隐匿的能力有多强 强要找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那偷盗者出手的时候 唐三其实就已经判断出对方是谁了 对方虽然是率先攻击的美公子 但本身却并没有杀意 目标还是隐魔剑 能够感冒巨大风险对隐魔剑出手的 身份自然也就呼之欲出了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 但几乎所有强者都能猜得到出手的是谁 而且唐三估计 通过这次美公子遇袭 也会让很多强者对美公子的认知增强 要知道出手的那位可以说是整个妖精大陆最强大的偷盗者 或者也可以说是最强刺客 却没能在美公子手上讨得了好 更是险些被美公子反杀 这份实力 足以让这次比武招亲之中的竞争者们掂量掂量了 美公子上一次的战绩是祖廷精英赛的冠军 那时候的他还是九阶实力 在之后就是祖廷数值十月级战胜了不死火凤族的强者证明自己 在之后就没有任何战绩了 而这次虽然只是出路争容 但也绝对会引起各方的关注 相比于美公子 在那些真正强大的十一阶强者眼中 唐三这个来自于蓝金数族的代表根本就没有入眼的资格了 虽然蓝金数族击杀了一位皇者 但那是数族的力量 和蓝金数族本身有什么关系 难道还能将数族的力量调动到祖廷来参加这次战皇之战吗 祖廷的皇者们可不是吃素的 肯定是不会允许借用这种外力的 拍卖台上 今天的第一件拍品徐徐呈现出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这件拍品之上 谁都猜得到作为拍卖会第二天的第一件拍品 绝对会是好东西 但当这件拍品真正呈现在所有近拍者面前的时候 却依旧让近拍者们不禁道吸一口凉气 那是一束光 一束洁白如雪的光 当它出现的时候 所有看到它的存在 都有种全身毛孔打开的感觉 仿佛在这束光的照耀下 自己的生命都得到了升华式的 在这束光升起的上方百米处 淡淡的金色云雾飘渺激荡 更是令人心旷神怡 只有神识达到十一阶以上层次的强者才能感应到 在那束光的中央有着一个小小的玉瓶 瓶子里似乎装着什么 这光这云 都是因为这瓶子内的东西而存在 这魂天金黄的介绍很简单 只有一句话 这是一滴来自于天狐大妖黄的精血 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懂得都懂 不懂得也没有什么必要再去让它懂 天狐大妖黄乃是整个妖精大陆的气韵掌控者 它的一滴精血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气韵的眷顾 拥有它的一滴精血傍身 接下来的战皇之战 那无疑就是被气韵眷顾的气韵之子 这份诱惑实在是太大 太大了 第964张雪中送叛 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 这句话用在天狐族身上那实在合适不过 在妖精大陆上 运气真的是一股力量 天狐大妖黄更是凭借着自身对运气的掌控能够成为当今天下的第一强者 祖庭的话是人 这次超级拍卖会 这位竟然拿出了自己的一滴精血 其价值无法估量 这绝对是至宝 很多有心竞争战皇之战的强者们 在看到这滴精血的时候 连呼吸都变得粗重了 获得他的话 先不考虑自身实力 但是加成恐怕就有百分之二三十之多 起拍价 五百子金币 每次加价不低于一百子金币 现在开始 起拍价很公平 天狐大妖黄的一滴精血肯定是不能和神器相比的 所以五百的起拍价非常正常 但问题是 这东西的稀缺程度可不是神器能够相比的 神器花仲金还能找到 可天狐大妖黄作为最顶级黄者的一滴精血上哪找去 而且还是带着他那九尾天狐气韵之力的精血 所以 他是稀缺的 更是在接下来战皇之战中极为重要的 所以 他的价值将会达到怎样的高度 就要由接下来的静开决定了 一千紫金币 六号贵宾市 报价开始 一千一百紫金币 三号贵宾市 一千两百紫金币 十号贵宾市 一个个报价飞速出现 几乎可以用印接布侠来形容 参与近拍的几乎都是各大贵宾市 不时也有不带贵宾市的价格出现 但相对来说就少得多 而且很快会被新的价格淹没 六号贵宾市 两千一百紫金币 价格飞速攀升 很快就超过了两千紫金币 这已经是一件神器的价值了 值得吗 在所有参与近拍的强者们看来 那是绝对值得的 五千紫金币 八号贵宾市 就在这时 一个恐怖的价格直接被爆了出来 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几乎所有目光都朝着八号贵宾市的方向看去 来了 他又来了 之前在美公子拍影魔剑的时候 就是八号贵宾市直接将价格提升到五千紫金币 然后美公子出了五千亿拿下的 而现在又是一个五千紫金币 天狐大妖黄的金血固然珍贵 但五千紫金币这个价格实在是夸张了 这已经是两件神器的价格了 但是 谁都不会怀疑这八号贵宾市的主人是否有钱 毕竟 人家昨天明面上就卖了五枚蓝金果 那就是两万多紫金币啊 有钱任性 至于他是不是大拍卖会的托儿 那就没有任何人知道了 但此时此刻 各大贵宾市的强者们对这家伙都不禁恨的牙痒痒 五千了 跟 还是不跟 如果跟了 对方放弃了 等于就是这等高价拿下了一滴金血而已 要知道 当年七色鹿大妖黄的金血才卖多少钱啊 天狐大妖黄的金血固然更加珍贵 但也不应该是十倍百倍的价格 所以全场寂静 下一刻 嘈杂的讨论声音也随之响起 八号贵宾市出价五千紫金币 还有没有更高的价格了 这魂天金黄直到此刻才第一次在这件拍品的竞拍过程中开口 作为黄者 他显然是很喜欢唐三这种竞拍方式的 祖庭大拍卖场后面就是所有祖庭的黄者 每年的利润是给他们分润的 所以这次黄者们也都趁着超级拍卖会将好东西拿出来 为的就是大赚一笔 但五千紫金币这个价格买一滴金血 还是太夸张了 这魂天金黄甚至都想自己现在就取点血出来 哪怕只有天狐大妖黄一半的价格也可以啊 他的金血对于精神力的提升还是大有好处的 还有没有继续加价的 这魂天金黄又问了一次 没有 没有人再继续加价 实在是因为五千这个价格太高了 一下在之前报价上翻了一倍 有着美公子的前车之鉴 大家都下意识的会认为 此时谁出个五千一那就是傻子 八号贵宾是一定会放弃的 所以谁都不愿意当这个傻子 五千这个价格也就随之定格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如果这低气韵之血是落在龙族手中 凤凰妖族比盟族一定会疯狂竞争 反之亦然 但是落在蓝金术族这种根本没有什么竞争力的废柴种族手上 在他们看来似乎也没什么意义 蓝金术族就算被气韵眷顾又能做什么呢 让他拿去就是了 反正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在这种时候 这低代表着气韵的金血落在唐三手上 反而是赛场所有强者们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局面 所以最终 这件拍品就在五千紫金币的价格上定格 五千紫金币 八号贵宾是 成交 落锤 成交 唐三顺利的拿下了这低天湖大腰黄的金血 这个价格值得吗 对别人来说或许不值得 但对唐三来说却是绝对值得的 当他看到这件拍品出现的时候 甚至差点笑出声来 真是困了就有人送枕头啊 唐三很早之前就已经在考虑了 如果等自己未来晋升皇者之后 灵溪天眼还如何继续提升 凭借着七色鹿大腰黄的金血 他将灵溪天眼进化完成 成为了超级血脉层次的存在 可是 未来突破皇者的时候 想要进一步提升 天湖族的顶级力量是少不了的 可是 他根本不敢接近天湖大腰黄 太容易被发现了 天湖大腰黄对气韵的感受 非常容易发现他的问题 而现在解决了 一滴天湖大腰黄的金血 对于唐三来说 甚至要比凝聚着 未面幸运之力的幸运莲子作用多大 毕竟 幸运莲子是没有血脉之力的 而天湖大腰黄的金血上可是有的啊 凭借着这一滴金血 未来他就能够将自己的灵溪天眼 进化到九尾天湖的程度 所以 别说是五千紫金币了 就算是一万 唐三也必然会拿下 五千 直接成功 唐三迅速就明白了 为什么没有人与自己继续竞争 有的时候 背景若一点还真不是坏事 这魂天金黄在台上此时是心情大好 这场拍卖会他来主持 第一件拍品就拍出了五千紫金币的高价 虽然并没有超过昨天的五千一百 但也相差无几了 而且 很多好东西的啊 对于唐三出高价拿下这件拍品 蓝金数族的长老们都没有任何意见 别的不说 但是昨天唐三赚了那么多钱就已经让他们万分惊喜了 而且他们本来就是打算让唐三通过拍卖进可能的武装自己 尝试着能不能在这次的战皇之战上有所表现 提升气运自然也是提升实力的一部分 拿下无可厚非 就算是有溢价 东西也绝对是好东西 承上第二件拍品 这魂天金黄仙收起了天狐大妖黄的精血 空中那团金色云雾也随之消散 第二件拍品紧随其后 在平台上升起 呈现在所有近拍者眼前 这是一柄通体灿金色的长枪 上面散发着浓郁的光明气息 长枪两端都带有枪风 中央长长的枪杆上隐隐有金光涌动生腾 散发着夺目的光彩 那金色的光辉隐约呈现为龙形 十分的奇异 看到这柄长枪 唐三不禁愣了愣 因为这太像他前世的时候 女儿和儿子用过的那件武器了 第965章光明龙枪 台上射魂天金黄已经开始讲述 毋庸置疑 这柄长枪是一件神器 而且是一件相当强大的神器 乃是一位光明龙王的独角制造而成 上面凝聚着庞大的光明之力和龙力 对于光明属性有极大的加成 同时本身还能增添强大的龙力 让使用者的力量大幅度提升 附带强大技能圣光守护 带有防御、治疗、攻击多重效果 对黑暗属性有非常强的克制作用 本身还带有光明属性附带的强烈精华属性 乃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强大神器 本来是龙族所属 但后来几经周折 在一次战斗中被当时的一位皇者获得 后来成为了那件皇者的武器 那位皇者陨落之后 这件神器就留在了祖庭 本次拍卖会 经过祖庭诸位皇者商议之后 决定将这柄光明龙枪拿出来进行拍卖 价高者得 起拍价3000紫金币 每次加价不低于100紫金币 现在开始 但是从起拍价就能看得出这件拍品的珍贵程度 毫无疑问 这是本次拍卖会到现在为止 单纯从价值来说 价值最高的一件拍品 在场知道这件神器的不在少数 射魂天金黄说的有些不清楚的是 那位奉献出独角的光明龙王乃是当初的一位皇者 皇者的独角 看着这件神器 唐三脑海中不禁回想着前世时自己女儿和儿子都曾经用过的那件神器 那是由上一代龙神的肋骨制作而成的一柄神器长枪 也是两头枪锋 名为黄金龙枪 曾经伴随着自己的孩子们共同成长 眼前这柄光明龙枪显然是不能和自己那黄金龙枪相比的 但也没有差得特别多 黄金龙枪的属性主要是力量 这光明龙枪则是光明加力量 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神器了 哪怕是在唐三的内心评价之中 这也算得上是一件真正的神器 要比前面那几件包括冰封王坐在内的伪神器强大不少 唐三对神器的评价是按照他曾经神界的评估来计算的 所以哪怕是伪神器 放在这个位面被称之为神器也不算什么 而这柄光明龙枪却可以说是真正的神器了 放在神界都是神器级别的存在 三千紫金币 十号贵宾室 第一个报价在第一时间就出现了 十号贵宾室可不正是龙族的吗 唐三明白 这件神器之所以出现在拍卖会上 很可能本身就与徐安宇有关系 不然的话 这件尘封在祖庭之中的神器未必会被拿出来 不过 徐安宇想要获得这件神器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 四千紫金币 三号贵宾室 凤凰妖族出手了 而且直接就加了一千 十号贵宾室内 徐安宇脸色凝重 但眼神却蹦射着亢奋之色 此次前来参与竞拍 只有一件拍品对他来说是势在必得的 那就是这柄光明龙枪 这件神器乃是他先祖的身体所出 当年 他那位先祖败给了另一位皇者 被对方砍掉了独角制作成了这柄光明龙枪 从而让光明龙枪在接下来的数千年都抬不起头来 直到那名击败了他先祖的皇者因为岁月的原因陨落 光明龙枪这才能够重新崛起 这柄光明龙枪对于光明龙枪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耻辱 但同样的 这柄光明龙枪所能带来的增幅和威能也绝对是极其强大的 如果能够拥有这柄神枪 那么 徐安宇的实力就能在上层楼 为了让这件神器出现在拍卖会上 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在祖庭内部也引起了专门的讨论 最终还是决定将这件神器借着这次超级拍卖会的机会拿出来 光明龙族想要将这柄神枪拿回去 那么 就要凭借自身的财力和魄力了 如果不是当年击败光明龙王的那位皇者乃是一位单一血脉皇者没有后代 这件神器甚至还是不见天日 或者被那位皇者的后代掌控呢 此时 这件神器真的出现 徐安宇怎么能不激动 他必然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的将光明龙枪拿下来 五千紫金币 十号贵宾 徐安宇直接再加了一千紫金币 到了这个价格 虽然有很多近拍者对这件拍品动心 但却都没有再继续付诸行动了 五千紫金币 价格已经非常高了 这柄光明龙枪正常的价值 其实也就是在这个数左右 六千紫金币 三号贵宾室 又是一个全新的价格 徐安宇脸色不变 正当他准备输入新的价格时 外面的畅价继续 一万紫金币 八号贵宾室 听到这个报价 这次全场没有陷入寂静 而是一片哗然 疯了吗 这蓝金数族是不是疯了 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个 天狐大妖黄的金雪被抬价到五千紫金币 就那么硬吃下来了 这光明龙枪竟然直接出到一万紫金币 无论最终成交价格是多少 毫无疑问这都刷新了这次拍卖会单品的拍卖价了 一万紫金币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很多主城一年能不能有一万紫金币的税收啊 曲安宇的脸色几乎是瞬间就变得铁青起来 在他身边的唐墨黄更是瞬间就站了起来 双眸喷火 故意的 蓝金数族那小儿就是故意的 我去烧死他 一边说着 他就要往外走 不只是他 冰龙大妖王孙红浩也是脸色阴沉 之前他的冰封王座就被唐三给抢了 冰龙族在龙族之中不算富裕的 后来说要换 却被纳进秒灵拒绝了 没想到这次对方竟然直接参与到了光明龙枪的近拍之中 这明面上看去都是和蓝金数族没什么关系的物品啊 一万紫金币 这个价格也太高了 光明龙族虽然算得上富有 但现在徐安宇还不是水晶城城主 还没有接收水晶城的财产 一下调动一万紫金币 这也是十分困难的 这魂天金黄此时内心之中也是有些恶然的 他现在是真的认为唐三是受到了某位皇者的嘱托 专门来当托的 不然的话 怎么会总是用这种夸张的方式来参与近拍呢 一万 那可是一万紫金币啊 这件光明龙枪虽然很好 但蓝金数族真的用得上吗 一万紫金币 还有没有继续加价的 这魂天金黄问道 当这个价格出现之后 全场就都安静了 凤凰妖族那边也是演其西谷 一万紫金币 这个价格太高了 一万零一百紫金币 十号贵宾市 徐安宇终究还是咬着牙加价了 实在是因为这件神器对他来说太过重要 所以 哪怕是对方故意抬价 他也只能是捏着鼻子认了 一万一千紫金币 八号贵宾市 但是 就在徐安宇都已经准备认了这高价的时候 一个新的价格再次出现 加价 八号贵宾市又加价了 一万一 你还跟不跟 唐三坐在八号贵宾市内 面带微笑的输入了那个数字 第九百六十六章天价拿下 哥 这玩意儿有用吗 近秒三忍不住问道 一万一千紫金币啊 那可是 虽说昨天赚了许多 但这么花也有点凶猛吧 唐三微微一笑 道 我问你 树木的成长需要什么 阳光和水 对不对 光明对我们来说 是不是最好的滋润 而且那光明龙枪还能增强我的力量 我在外出历练的时候学过一些枪法 还算是不错 正好这次大赛缺少一件武器 我觉得这柄龙枪挺适合我的 你觉得好就行 近秒三笑呵呵的说道 反正钱也是昨天刚赚回来的 昨天当他看到几枚蓝金果竟然卖了几万紫金币的时候 就已经彻底的服了 外人不知道蓝金果怎么诞生 需要什么 他能不知道吗 虽然他还不是十一阶 一万一千亿紫金币 十号贵宾室 曲安宇再次出嫁了 唐三十分平静的按下了一万两千的数字 此时 在他体内传来了金金的声音 金金忍不住吐槽道 爸爸 你是故意的吧 就因为他和美公子搭讪来着 对啊 怎么 心疼你这徒弟了 唐三笑呵呵的说道 爸爸 没想到你这么小心眼 这光明龙枪对光明龙族是很重要的 你要真的买下来了 恐怕会有不小的麻烦 水晶大腰黄忍不住说道 唐三笑道 不会的 我有你 龙族怎么会找我麻烦 别的事情可以不小心眼 有关于小美帝 不行 对 他就是这么一个在感情上无比小心眼 而且爱吃醋的男子 十号贵宾室内 徐安宇一把拉住了就要冲出去的唐墨黄 虽然他已经气得呼吸都变得粗重了 但李治还是让他克制住了 当着众位皇者 如果如此冲动 他未来还怎么成为水晶城之主 一万两千 一万两千了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算 继续加价吧 安宇兄 我这边的钱可以先借给你 孙洪浩突然开口说道 徐安宇愣了一下 之前孙洪浩拍冰封王做的时候 他可是没有借钱给对方的 却没想到这种时候对方居然会雪中送炭 深吸口气 他终究还是摇摇头 苦笑道 我不能那么自私 这些钱也不是我自己的 是光明龙族的 虽然我们都很想拿回这件神器 但是 如果再继续加价 就太不值得了 算了吧 我放弃 他内心之中很想继续加价 拿孙洪浩那边的几千子金币 还有竞争力 可是 真的用一个天价来拿下这件神器 对于光明龙族真的好吗 尤其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他依旧没能在战皇之战获得胜利 那么 他恐怕就永远没有机会成为皇者了 在龙族内部必将承受巨大的压力 关键时刻 还是理智战胜了感性 他在万分不愿的情况下 放弃了 一万两千紫金币 还有没有继续加价的 台上的射魂天金黄 此时内心之中也是充满了震惊的 这不是台价了啊 这是真的要拿下这件神器啊 蓝金数族这近秒灵真是彪啊 如果说 其他强者都认为当初金刚天金黄 是死在数族手中的话 那么 本身就在现场的他却并不是这么看的 当时在和金刚天金黄交手之前 近秒灵就显得十分平静 而接下来交手的过程中确实是数族投影到来 也带来了庞大的生命能量 但射魂天金黄对金刚天金黄是十分了解的 在他的强大神使感之中 那份生命能量虽然庞大 但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击杀的了金刚天金黄的才对 但最终的结局却是显而易见的 金刚天金黄陨落了 那么除了数族的力量之外 这位近秒灵就那么简单吗 双眼微眯 射魂天金黄心中突然感觉到 或许 这位蓝金数族的组长 这次是真的要全力以赴参加战皇之战 并且是想要占据一个名额的吧 单纯从财力来看 蓝金数族通过出售那几枚蓝金果 着实是身家丰厚啊 一万两千紫金币 第一次 一万两千紫金币 第二次 一万两千紫金币 第三次 成交 经过三次畅价之后 光明龙腔最终以一万两千紫金币的高价被八号贵宾市买下 连续两件拍品 都出了天价 而且买方是同一人 怎能不让全场沸腾呢 昨天虽然蓝金数族也有出手 但和今天相比 却差得远了 昨天只是买了冰封王座和替身莲子 但这两件加起来都不如今天的一件贵啊 直接就花掉了一万七千紫金币 再加上昨天花的 卖蓝金果的钱感觉上已经被花得差不多了 成上第三件拍品 这魂天金黄此时的心情有些复杂 而对于十号贵宾市来说 气氛却是非常的不好了 曲安宇铁青着脸坐在那里 当最终宣布落锤的那一瞬 他仿佛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一般 内心瞬间就被掏空了 他花费了那么多心力 让光明龙腔出现在拍卖会上 却没想到被对方截胡了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大哥 要不我们 唐墨黄凑到他身边 眼中流露出凶狠之色 杀鸡森然 曲安宇瞥了他一眼 冷冷的道 这里是祖庭 他更是一城之主 你知道有多少皇者在关照他吗 不要再说这种毫无智商的话 唐墨黄抗生道 那就这么算了 就看着他小人得志 这蓝金数族就如此有钱吗 不是说卖的蓝金果是多少年都不可能恢复的 那他还一下把钱花光了 孙红浩冷笑道 人家说什么你都信 蓝金果 东西是好东西 但要说卖完了没了 我是不信的 这蓝金数族这次恐怕是真的要搞事 不过 徐兄说的对 他们背后一定是有皇者支持的 否则我不信他敢这么得罪我们 曲安宇深吸口气 让自己的脸色渐渐恢复正常 淡淡的道 静观其变吧 拍卖会还没有结束 没了光明龙枪 也不一定就影响我多少 8号贵宾室内 静淼森的情绪却是极为亢奋的 虽然对于唐三竟拍这柄光明龙枪他有些迟疑 但真的拍下来了 还是力压龙族拿下的 他却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什么时候蓝金数族如此风光过了 其他长老们对于唐三的作为更是没有半分的意见 本来这次他们就是打算亲其所有支持唐三的 唐三组停数值成功 正式成为了剑木城城主 基础任务就已经完成了 经过这些日子 他们怎能看不出只有在唐三手中 蓝金数族才能重新振兴啊 拍卖继续 第三件拍品依旧是一件精品 但和前面两件相比就弱了一些 是一套能够适应任何身材的甲咒 拥有极强的防御力 对此唐三自然是毫无兴趣 任由其他竞拍者竞拍 拍卖会继续 各种珍奇异宝不断地出现在拍卖台上 或许是受到了唐三连续高价买下两件 拍品的影响 这第二个拍卖日的溢价程度甚至要比第一天更高一些 一时间整个组停大拍卖场可以说是热火朝天 第967章四天随行 唐三他们所在的第八贵宾是没有再出手了 仿佛只是挑起了气氛之后就完成了任务式的 而龙族所在的10号贵宾室也显得十分沉默 在接下来一系列的拍卖中也同样没有出手 值得各个贵宾是出手的物品还是很多的 不同的强者需要的也不一样 没有任何一件拍品流拍 到了下午 遇到一些比较适合人族发展的拍品 譬如一些能够改善能量纯度之类的珍奇异宝 唐三也会出手买下 给未来继续在人类世界制造员素海做一些准备 不过 这次超级拍卖会绝大多数拍品都是武器装备 或者是能够直接吸收来增强自身的天才地宝 这一类的拍品数量并不多 但无论怎么说 当白天的拍卖会在下午结束 进入休息时间的时候 这第二天的整体拍卖金额排名第一的 赫然就是唐三所在的8号贵宾室 蓝金树族的富有再次进入了各族强者的视野之中 走 我们去将这两天的拍品取回来 唐三站起身 就向外走去 几位长老赶忙起身跟上 大长老在他身边低声说道 龙族那边 会不会 没事 唐三摆摆手 示意他不会有事的 当着这么多皇者的面 而且还是在祖庭之中 龙族就算再怎么不爽 也不会在这里对他们不利 别说徐安宇还没有成为水晶城城主 就算已经是了 双方从地位上来说 在祖庭之中也应该是对等的存在才对 走出贵宾室 此时外面已经是一片嘈杂 相比于第一天 竞拍者们的疲惫程度显然是更高的 在BZA的地方 拜上两天的感觉绝对不美妙 不过 能够参与这次超级拍卖会 对每一名竞拍者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趁着这几个小时的活动和休息时间 大家自然都要起来动动 唐三走出8号贵宾室后并没有急于离开 周围其他贵宾室也纷纷开门 纷纷有各族强者走出 靖秒森一直在偷偷地朝着10号贵宾室的方向看着 当那边的门打开 里面的龙族强者们阴沉着连走出来的时候 他不禁土了吐舌头 赶忙躲到了唐三另一边 唐三却是神色如常 还面带微笑地朝着以徐安宇为首的龙族们点了点头 徐安宇点头还礼 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正在这时 唐三身边的空气突然扭曲起来 空气中呈现出水波纹一般的荡漾 周围几个贵宾室的强者们自然都注意到了这一幕 几乎是下意识地就都警惕起来 下一刻 唐三身边已经多了一人 身穿白色长袍 看上去就和普通人类没什么区别 而在场的众多个族强者几乎都是11阶以上的存在 可却没有一个能够看清他的相貌 不过虽然看不清相貌 却能感受到他那恐怖之极的气息 外表的和煦 内部却仿佛是一轮赤裂大日降临一般 唐三微微恭身行礼 恭敬地道 免下 走吧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日臣帝国第一强者 精怪族真正的首脑 天生天阳天阳天金黄 在感受到这位似天皇者的气息之后 在场所有强者无不向他恭身致意 唐三跟在天阳天金黄身边 一起向外走去 正位的出现 顿时令龙族那边的一种强者面面相去 唐末皇甚至忍不住低声道 难怪他这么嚣张 竟然有天阳面下撑腰 什么时候蓝金树族和 住口 取安与低贺一声 皇者十利和等惊人 唐末皇虽然压低了声音 难道那位似天面下就听不到吗 唐末皇也明白过来 赶忙晋升 再次朝着天阳天金黄的方向恭敬行礼 麻烦免下了 实在是今天看到了美城主被偷袭 心有欺欺 唐三笑呵呵的向天阳天金黄说道 拿来 天阳天金黄美好气的向他伸出手 唐三赶忙将一枚大妖王级别的蓝金果递给这位 那蓝金果才一入天阳天金黄的手掌瞬间就消失了 而唐三手里也多了一个玉瓶赫然是一枚替身帘子 这都是他们之前彼此答应过对方的 在刚刚白天拍卖会结束的时候 唐三就用自己的神识联系上了天阳天金黄 告诉他自己想要去取拍品进行交割 又担心暗中有强者会出手 能否请求他的庇护 唐三也没想到这位竟然会亲自来了 亲自跟随他一起前去交割处领取拍品 而天阳天金黄的出现 无疑是震慑群伦 令那些对蓝金术族有些想法的强者不由自主的就都安静下来 你出手很大方啊 今天拍下光明龙腔是为了针对龙族 天阳天金黄问道 唐三微笑道 既然都参赛了 总要争一下 要不不是给咱们日臣帝国丢人吗 那光明龙腔如果落在徐安瑜手中 必定让他实力大增 这种事情还是避免的好 天阳天金黄瞥了他一眼 你很有魄力 比我想象中魄力更足 这很好 如果不是今天唐三拿下了光明龙腔 天阳天金黄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 当一万两千紫金币的高价拿下这件拍品的时候 天阳天金黄不由自主的就对唐三高看了一眼 这个价格之高已经远超光明龙腔实际的价值了 但正如唐三所说 唐三有了这光明龙腔未必有多大帮助 但徐安瑜没有了这件神器 一定会有极大的影响 从金怪族这次参赛的角度来看 显然是十分有力的 徐安瑜乃是这次战皇之战的有力争夺者 他被削弱 就意味着日臣帝国这边的机会更大一些 天阳天金黄当然不会认为 唐三的能力能够在战皇之战有什么表现 未来支持他成为皇者 也不是从这次战皇之战开始的 但唐三先后拿下了天狐大妖皇的 金血和光明龙腔这两件重要拍品 对于天与帝国来说绝对是不小的打击 自然对日臣帝国来说就是大好事了 都是您教导的好 唐三说道 我可没叫过你当败家子 天阳天金黄也忍不住笑了 跟随着天阳天金黄一路走向大拍卖场交割处 那待遇真的是不一样 所到之处 几乎所有种族都要公身向他们行礼 至于交割那就更是再简单不过了 根本不需要担心有谁敢当着这位实际上 很可能是当今天下第一强者的四天皇者 有什么小动作 唐三实际上并没有付钱 只是付出了蓝金果 不但把自己拍下来的东西都收回来 甚至还有多余的紫金币拿回 这两天他的总花销可还没到两万五呢 再加上宁晨恩那五千紫金币 这次绝对是收获极大 光明龙枪入手 唐三立刻就感受到一股极其纯粹而强大的光元素顺着枪杆传来 而在这纯净至极的光元素之中还带着几分桀骜之气 浓烈的光元素迸发之下 就要将唐三的手掌震开 就连枪杆上的龙纹似乎都变得风锐起来 要割伤唐三的手掌 天阳天金黄似笑非笑地看着唐三 似乎就是想要看他的笑话式的 第968章震压龙枪 唐三面露金融 但下一瞬 他的手掌已经变成了蓝金色 同样是极其纯净的能量 但却是生命能量从手掌上喷泊而出 疯狂地向那光明龙枪灌注而去 顿时 那光明龙枪轻震 发出一声奇异的龙吟声 那龙吟分明带着几分舒畅的味道似的 然后那桀骜的气息就随之收敛了 光华内脸自然而然地恢复了沉寂 任由唐三握着 天阳天金黄师笑道 这样也行 我本来就想看看你如何来使用这件神器呢 这件神器之所以在祖庭陈锋多年而无人问津 并不是不想使用它 它是一件相当强大的神器 而是因为如果不是属性相合的光明龙族 正常情况下是根本没办法使用它的 没想到你竟然做到了 近秒森跟在唐三后面 此时恍然大悟道 难怪看起来那徐安宇似乎并不怎么担心似的 说完这句话 他吐吐舌头 赶忙收生 在天阳天金黄面前 可不敢放纵自己 唐三向天阳天金黄微笑道 生命能量是最为本源的能量 也是几乎所有能量的根本所在 任何属性的元素本身都具有生命特性 否则的话就没办法在宇宙之中存在 光元素是这样 就算是暗元素也是这样 所以任何一种属性的能量都不会排斥生命能量 因此 术祖的传承告诉过我 生命是一切的源泉 也是一切之本 掌控好生命之力就能够更好的去掌控一切 所以 无论是什么属性的神器到了我手中 说到这里 他握着光明龙腔来到自己面前 看着腔杆上流躺着的龙形花纹 低笑道我只需要灌着他就行了 只要他想继续被我灌着 自然就要为我所用呀 哈哈哈哈 天阳天金黄大笑起来 好一个灌着他 你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很好 到时候我倒要看看 在比武招亲的时候 你是怎么灌着你的对手的 说完这句话 天阳天金黄已经化为一道光冲天而起 消失无踪 目送着他离去 唐三心头略微松了口气 如何降服手中这件神器 他自然是有无数种办法 但能够施展的却只能是当着这位皇者的面 不会露线的 至于他刚才所说的生命本源学说 则是来自于曾经神界同样身为神王之一的生命女神所说 他的万物生命本源论在神界是相当有市场的 术祖虽然是这个位面的生命本源 但从生命层次来说和生命女神又无法相比了 唐三虽然并不执掌生命 但耳濡目染之下 对于高层次的生命能量是什么形态的自然 要比这个位面的存在清楚的多 在天阳天金黄的感知中 唐三之前施展的生命能量非常巧妙 以生命能量相当于是贿赂了光明龙腔 从而令皮西晋获得了这件神器的认可 可实际上 其中生命能量那精妙的操控和引诱 在整个妖精大陆恐怕也只有唐三才能做到 蓝金树族的长老们都是做不到的 温热的能量不断从光明龙腔涌入唐三体内 反哺着他的身体 这光明之力对身体有很强的刺激作用 让身体被光明之力所包覆 这份包覆不只是身体表面的 甚至是身体内部的每一个地方 相当于是让身体之内充营上了光明能量 一直在被这份光明能量浸润 但是这一点 就足以称之为神器了 在他的酝氧下 光明属性会不断被纯化提升 而且身体只要不是本身是黑暗属性的 都会在这份孕养的过程中不断的增强 配上唐三的生命能量 二者结合之下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光明与生命相辅相成 不断的滋润着唐三的体魄 这倒是意外之喜了 光明龙腔在手上挽了一个腔花 下一刻 以金化为一道金光被唐三收入体内 虽然唐三本身没有任何一种血脉直接是光属性的 但别忘了 灵溪天眼进化之后 七色鹿大腰黄血脉加入 对于光元素他也有掌控之力 施展这件神器自然是在容易不过 而且光明龙腔之中蕴含着的力量属性 与唐三曾经的黄金龙腔 甚至是黄金三叉戟 还是有几分一曲同工的 当唐三带着蓝金数族的长老们重新回到八号贵宾室的时候 周围几个贵宾室的强者们在看他的眼神就发生了许多变化 天阳天金黄亲自为他称场面 这可不是一般的信号 要知道 就算是所属主城有黄者的情况下 黄者也没有到这边来啊 天阳天金黄作为最强大的金怪族黄者 他的亲自到来绝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的 这就相当于是告诉了在场所有强者 蓝金数族现在是他似天罩着的 水感和这位作对 哪怕是水 金大妖黄还在的时候 这位都能分庭抗礼 分别是妖怪和金怪族的最强者 现在水金大妖黄已经陨落了 几乎所有各族都公认 真正的大陆第一强者是天阳天金黄 只不过因为已经很久没有黄者之间的战斗了 在他没有正面战胜不死大妖黄之前 这第一黄者的名头还是有些不稳 可是 这也并不影响天阳天金黄在妖精大陆上崇高无比的地位 有了他的支持 确实是在没有人敢动蓝金数族 唐三自己都没想到天阳天金黄这么给面子 这显然是为了数族本源之力再加上未来他成黄之后的第一枚蓝金 因果诱惑力太大的缘故 这位天阳天金黄不是已经把自己当成是他的禁卵了吧 不过这样也好 这就给自己在接下来的比武招亲大赛上争取到了非常有力的局面 有黄者支持肯定要比当初自己和美公子联手参加组停精英赛时候要好的多了 现在美公子背后有三位大妖皇 自己身后也有天阳天金黄和地阴天金黄这两位 只要自身实力足够 那其他皇者都不会有什么办法 没有在外面逗留 也没有在和其他强者交流的意思 唐三直接就回了贵宾室内 简单的吃过了晚饭 就通过冥想等待着接下来拍卖会的开始 晚上的拍卖会开头 简尾必定也会有极其珍贵的物品出现 这次的超级拍卖会真的不愧超级二字 单是神级以上层次的拍品就已经超过十件了 而且谁都知道 最重要也是最高级别的拍品会在最后一天的最后时刻出现 倒数三件拍品才会是整个拍卖会最为珍贵的存在 现在近拍者们都想不出 究竟祖庭大拍卖场还能拿出怎样珍贵的拍品用来参与拍卖了 众位长老此时都还在外面活动 毕竟封闭了一天了 趁着还没有开始之前 谁也不愿意在房间中憋闷着 唐三让靖苗森在门外给自己守着 自己一个人在八号贵宾室内释放神石 隔绝了外界的探查 以他神奇的支持 对神石敏锐的感知力 如果有强者用神石探查他的情况 他一定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 封闭了外界对内部的感知之后 他这才将自己与美公子联络的通讯器取了出来 手指在通讯器上轻轻的敲动着 这是他和美公子的联络信号 第969章你在哪我就在哪 时间不长 另一边就传来了回复 也是几下轻轻的敲击 意思是让他稍等一下 美公子显然也需要做好准备工作 才方便和他联络 没有让唐三等待太久 几分钟之后 另一边就传来了美公子的声音 你在哪呢 美公子轻轻的声音中带着明显轻腻的味道 唐三微笑道 你在哪我就在哪 你也在祖庭大拍卖场 美公子惊讶的道 唐三笑道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呢 你应该是拍到了一件自己非常喜欢的拍品吧 嗯那 虽然太贵了一点 但好像和我的修罗神剑有一些关系 我能感受到修罗神剑的剑意对他非常亲和 甚至是有些躁动 具体的情况我现在也不完全清楚 只是能感觉到影魔剑在我的神石之海内 好像修罗神剑的剑意在不断的侵袭他似的 与8221 唐三道 我联络你就是为了这个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做 控制住修罗神剑的剑意 不要让他过度的侵入影魔剑之中 我怕会产生出大动静 等到拍卖会结束之后 我带你一起传送回家里城那边一趟 如何处置这件神器 我已经有了一些想法 你不用担心 肯定是好事 好 你具体在哪呢 我能见到你吗 算了 还是别见了 这边黄者这么多 万一被发现就麻烦了 你自己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美公子关切的说道 唐三微笑道 放心吧 我的安全不会有问题的 爱你宝贝 嗯嗯 那先挂断了吧 我不能让族人在外面等太久 有事你再联系我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拍下来的东西 也可以告诉我 我这边有钱的 美公子说道 唐三心中滥想 等你知道我就是静秒灵的时候 别怪我让你多花钱就行了 本来我可是真心想要将影魔剑拍下来送给你的啊 不用不用 我没什么需要的 就算有我也有办法进行静拍 你想要什么自己尽管花钱就是了 嗯呢 美公子答应一声 挂断了通讯 唐三心神也随之放松下来 让静秒森解除了封锁 他重新将那光明龙枪释放出来 握在手中 默默地用神石蕴养着 之前当着天阳天金黄的面 以生命能量来滋润光明龙枪 那只是做做样子 真正想要使用一件强大的神器 最主要的还是需要神石进行沟通 实际上 当光明龙枪被他收入体内之后 第一时间就被镇压了 环节傲不逊 烙呢 在海神三叉戟的投影面前 一件普通神器还能翻了天 此时的光明龙枪已经是低眉顺眼老老实实的 任由唐三的神石蕴养 不断地传递出亲切甚至是讨好的情绪 神器的灵性都是很强的 唐三那神奇之位的存在 对于这种普通神器的好处之大 就像是九汉冯甘霖一般 光明龙枪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主人了 本身虽然依旧是十分强大的神器 但长时间不被酝养的他 灵性还是会逐渐衰退 所以他在选择主人的时候也就特别在意 必须要是和自己属性相合 而且实力足够强大的主人才行 因为只有这样才有足够的能量来酝养自己 而当他与唐三融合之后 感受到了唐三身上强大的气息 尤其是神奇之位对他的帮助 立刻就无比的听话 老实 甚至是唯恐唐三不要他了 感受着光明龙枪对自己带来的反馈 纯净的光明之力蕴养身躯 唐三流露出满意之色 以他现在的修为 能够对他产生帮助的东西已经很少了 光明龙枪上附带的光明之力与数组的本源 生命能量还真有点相得一张的味道 有种让生命升华的感觉 不愧是真正神器级别的存在 也难怪徐安宇会那么痛苦了 第二天下半场的拍卖会和第一天相比 就显得稍微无聊了一些 一开始就没有再出现什么特别好的东西 到了尾声虽然也有几件神器出现 但对于唐三来说都是属于比较鸡肋的 属于特定种族才能使用的物品 唐三几次出手都是拍下了一些资源类相关的拍品 第二天的拍卖也就在这样的状态下结束了 夜已经深了 第二天拍卖会结束之后 整个大拍卖场也随之陷入了成绩 绝大多数竞拍者都已经快速进入了冥想 以恢复一天精力的消耗 能够参加此次竞拍的都是强者 几天时间不休息也没什么 但在这逼着的地方疲惫还是少不了的 进组长可否聊几句 一到神时就在这时传入到了八号贵宾室之中 唐三睁开双眼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哪怕对方已经到了四天皇者站在自己这边 但对于神器的渴望还是驱使着这位找上了自己 好唐三回应了一个字 站起身走出了贵宾室 而且也没有让蓝金数族的长老们跟出来 另一边 十号贵宾室之中 徐安宇也已经走了出来 也只有他自己 他们隔着九号贵宾室彼此相望 相互点了下头 然后一同走向了通道的方向 只有在那边才能真正碰面 徐安宇换了一身衣服 是一身相对朴素的装束 起来就像是一名普通的人类青年似的 不得不说他身上的光明气息十分浓郁 相貌也显得非常温和 很容易就给人意好感 进族长 徐安宇向唐三汉手致意 徐兄找我 应该是为了光明龙腔吧 唐三开门见山的说道 徐安宇点了点头 道正是如此 进族长 从这件神器的名字上 你应该也能明白 这件神器对于我族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它本身就是用我先祖的身躯铸造而成 更是代表着我族一段难以洗刷的耻辱 不瞒进族长说 为了能够让他重见天日 我在祖庭之中做了众多工作 好不容易才说服了众位皇者 肯将他拿出来进行拍卖 却不曾想竟然就这么错失了 您人不说暗话 进族长 您开个假吧 只要是在我能力承受的范围内 我都愿意支付 同时 我还可以向你承诺 未来蓝金术族但有所需 我们光明龙族必会相助 唐三双眼微眯 道徐兄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柄光明龙腔对于你来说 是本身的意义更加重大 还是更重要的是 为了这次带着他一起参加比武招亲大会 从而让胜算更多几分 曲安宇毫不犹豫的道 自然是神器本身的价值更加重要 他是我先祖的身躯 更是我族一段永远需要铭记的历史 他应该回归我族 也必须要回归我族 他的语气十分坚定 虽然没有明说 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唐三肯将光明龙腔给他 那么以后大家就是好朋友 如果不给 那就是仇敌 要知道 这时他在已经知道了 天阳天金黄站在蓝金数族背后的情况下 还如此决断 可见光明龙腔的重要性了 第970章 我只是个蓝金数族 唐三道 既然如此 如果我肯答应徐兄 等到比武招亲大会结束之后 就将这件神器还给你 而且不用加价 就按照我购买时候的原价 徐兄认为如何 徐安宇愣了一下 他并没有想到唐三竟然会这样回答他 在来找唐三之前 他其实就已经做好了唐三拒绝的准备 所以他还预先做好了各种舒服唐三的理由 威逼利诱都有 却没想到唐三会是这样的回答自己 唐三叹息一声 道 徐兄 你乃是光明龙族族长 未来的水晶城城主 龙族血脉 在妖怪族这边已经是最顶级的存在了 所以 你一直应该都是天之骄子 在同等层次的存在中也都是最为强大的 但是 我们蓝金树族却不一样 一直以来 我族都空有境界 王者以上层次的强者不满你说 我们有接近五十位 这放在任何一个种族 都是极为强横的了 但是 我族却并不擅长战斗 在我担任族长之前 为了避免被猎杀 我族的族人们 甚至是王者以上层次的族人 连剑木城内城都不敢出 这是何等的悲哀 朱祖复苏 让我们终于有了一些走出来的机会 但我却依旧清楚 我们还是改变不了被视为资源的命运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我能带领族人去做的 就是给他们尽可能的争取一些生存空间 所以 我在树职的时候就向祖庭提出 希望让我蓝金树族成为一个中密的种族 未来能够前往各大主城 帮助各大主城梳理生命能量 帮助所有种族有足够的生命能量支援 唯有如此 才能让我们这被当成是资源的种族更有价值 在不被猎杀的情况下也能让寄予我们的强大种族满意 说到这里 唐三脸上带着无奈 甚至带着几分悲哀 听得徐安宇都不禁有些血脉沸腾的感觉 落落强时 一向是妖精大陆的生存法则 若小就是要被欺凌 甚至是灭亡 蓝金树族的状况 徐安宇自然也知道一些 龙族自然也是对这个种族出过手的 忠利你的意思是 徐安宇好奇的问道 唐三道 数族复苏 给予我们这些族人 尤其是亡者以上层次的族人都赋予了他的烙印 凭借着数族烙印 我们只要 本体驻扎在一座主城 就能帮助这座主城来凝聚主城内部以及周围区域的生命能量 并且将这些生命能量凝聚 提纯 提升成为更高层次的生命力 对于生活在主城内的生命都将会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诞生的一些资源也可以提供给主城使用 这是好事啊 徐安宇怦然心动 他是聪明龙 立刻就明白了其中的好处 唐三点了点头 道 确实是好事 而且 有了数族烙印的保证 我们也不用再担心被迫害 因为只要引动数族烙印 我们的族人就能直接自爆 不但会产生超强的破坏力 而且也会被数族得知 任何杀害我族拥有数族烙印的族人 都将成为敌人 将会被数族剥夺其族的生命本源 从而导致其衰败 所以 中立才是我族的未来 有了这样的身份 我们才能不再被迫害 而是平安的生存下来 到时候 各大主城不但不会迫害我们的族人 甚至要好好的保护我们 才能让自己的主城更好的发展 互惠互利方能长久 取安宇看着面前的唐三 眼中流露着思索之色 不得不说 他觉得自己被打动了 唐三所说的情况 如果能够实现 那么 充沛的生命能量 对于任何主城来说 都将会是极大的帮助 唐三继续道 我也不满许凶 妖精大陆的生命能量终究是有限的 尽管现在我们已经是整个未面的中心 但是 真正高层次的生命能量还是有一个量的 想要从普通的生命能量提纯出来 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且 越早开始 效果就越好 主城有十几座啊 大家都是聪明人 不用说的太明白 学安宇自然也能听得懂 进族长是想让我在你族中立的地位上帮你 徐安宇说道 唐三微微一笑 道 如果徐兄肯相助 那自然是最好的了 毕竟 我相信你才会是水晶城的执掌者 徐安宇审声道 如果进族长现在就肯将光明龙腔交还给我 我可以答应 而且可以答应你 只要我能够掌控水晶城 哪怕是祖庭没有同意你族的中立地位 水晶城的大门也将会向蓝金树族敞开 并且龙族会保证在水晶城内的一切蓝金树族族人的安危 他是非常有决断 的 所以第一时间就有了精准的判断 自然知道如何做对于水晶城才是最有利的 不过 他现在还不是水晶城城主 话还不能说的太满 唐三叹息一声 道 徐兄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 难道你认为 拿下光明龙腔是我愿意的吗 我要光明龙腔有什么用 我一个植物系 我之所以参与其竞拍 主要是因为你太强了啊 在战皇之战中 你的实力太强 就容易给其他参赛者构成威胁 我能向你保证的就是 大赛结束之后 光明龙腔还你 但我也希望徐兄未来能支持我族的中立地位 徐安宇和等聪明 瞬间就明白了唐三的意思 唐三表达的已经很清楚了 拍下光明龙腔不是他的意思 是日臣帝国的利益所在 作为日臣帝国的一份子 他能怎么办 但比赛结束之后 就没那么重要了 所以之前才问徐安宇光明龙腔 是为了比赛还是为了光明龙足 深吸口气 徐安宇眼底隐隐有寒光闪烁 我明白了 谢谢进组长坦诚相告 你说的是我会考虑的 感谢了 说完 他向唐三微微汗手 转身而去 目送着他的背影离开 唐三嘴角微微上翘 难怪晶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 确实是个人物 弄清楚了事情之后 都没有再多说 是因为他明白 两族相争的情况下 唐三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将光明龙腔还给他 这是日臣帝国和天与帝国之间的龌龊 不是一个城主能够决定的 这蓝金术族不过就是个工具人 而且因为蓝金术族本身不太擅长于战斗 这个工具人的状况 连天与帝国都没办法如何 而且 唐三还表明了未来蓝金术族 希望处于的中立地位 以及凝聚生命能量对于主成的作用 这些都是徐安宇需要深思熟虑的 比去酷 又让我替你背黑锅是不是 你倒是挺会利用的 徐安宇肯定想不到你的阴险程度 比他想象中要高得多 天阳天金黄美好气的声音在唐三的神识之中响起 唐三一脸苦笑道 免下 冤枉啊 我能怎么办 我只是个蓝金术族啊 他哪能不知道天阳天金黄 在关注着自己与徐安宇的谈话 就是故意让他听到的 哼 天阳天金黄冷哼一声 却没再说什么 却没再说什么